大家好,今天可以看到這麼多人來參加我們的說明會 我是應成,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讀台大經濟系三連級 然後我有修領導學程這樣一個學程 然後現在在21天卡星座主要是擔任總球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今天主要就會由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21天卡星座這個團隊還有我們所要推出的挑戰 在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好,首先我想要在開始之前稍微調查一下 在座如果你再來說明會之前 你就已經有聽過21天卡星座可以舉下手嗎 哦,還蠻多的耶,太棒了 那如果你有參加過我們上一屆的習慣養成挑戰賽可以舉下手嗎 你有參加過挑戰賽,一個 對對對,那時候我們要一起跑步很開心 太棒了,謝謝 其實我們21天卡星座這個團隊 對,我們是上個學期從領導學成領導學導論這樣一個課子 衍生出來的一個專案 然後後來我們獨立成一個新創團隊 那我們在做的議題是習慣養成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卡星座,習慣養成這兩個有什麼樣的關聯 那其實我們這個名字它的來由是 首先21天是有一個研究是顯示說 你培養一個習慣至少要花21天的時間 那再來卡星座的部分 Casino是因為我們希望讓參賽者 就是可以有點像是跟自己賭一把的感覺 看你有沒有那個決心去培養一個新的習慣 這個習慣可能對你來說是很困難的 或者是你想要培養很久 但是你一直沒有辦法去培養的習慣 所以呢我們就是把這樣子21跟一個 跟自己賭一把的感覺結合在一起 希望可以讓大家去做一件可能是對自己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 去挑戰自我然後可以看到自己改變的可能 那我們上個學期主要是透過挑戰賽還有粉專 這兩種方式來達成我們的目標 那首先粉專的部分我們是把它當作一個資訊平台 我們在上面會分享一些像是習慣養成的一些訊息 然後讓大家就算是沒有參加我們挑戰賽 也可以開啟自身的習慣養成之旅 那第二個挑戰賽的部分呢 我們上個學期主要是以賭注來包裝 所以我們讓大家可以去下注一個金額 然後呢在21天培養習慣 那如果說你最後的完成度就是我們會根據完成度去看說 你最後可以拿回多少的獎金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說透過挑戰賽這種比較活潑有趣的方式 讓大家覺得說習慣養成其實不是這麼的苦到發味 那同時我們也是盡量的再把這個社群建立起來 讓你在習慣養成的路途上不會是只有你自己孤單一個人的 好那我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們上一屆的故事 那其實我們上一屆首先先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個是我們那個時候第一場的實體相建化 那這個活動其實對我們來說很有意義 為什麼?因為那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可以見到我們的參賽者 然後對於參賽者來說他們也是第一次有機會可以見到彼此 因為在那之前我們都是線上進行 那就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小編們就跟著參賽者一起去跑步 因為那個時候其中的方案就是大家要每天跑步這樣 所以你們都要踩得太棒了 所以你們都要踩得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你們都要踩得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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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我們上個學期在挑戰賽期間辦的一個實體活動 那那個時候我們的slogan就是養成習慣要上足球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讓大家去發揮有點像足足的精神 你跟自己賭一把看看你有沒有辦法去培養 你很想培養的習慣 看你有沒有那個覺醒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幾個成功案例 我們上個學期的挑戰賽我們總共推出了三大方案 第一個是運動慢好 然後接下來是早退早期跟語言學習 那我們這三個方案這個時候我們都有去採訪一些參賽者 那首先第一位是鄭偉 他是運動慢好組的 那他我覺得我真的很佩服他 因為他其實非常的投入挑戰賽 他不是只有每一天做慢好這件事情 他每一天除了慢好之外還會去做美瑜加游泳 然後有時候我看到他分享 我就想說我的天啊 我們只是規定你一天只要跑步30分鐘 你還可以做這麼多其他的運動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他真的就是很厲害 然後他其實那個時候有跟我分享說 他高中原本有一件創下衣服 然後他就這樣每天跑步跑步 然後就可以穿一下 我就會覺得說哇塞好神喔 然後也有很多人是最後回饋跟我們講說 他們發現自己有就是變得比以前更有精神 然後甚至是變瘦之類的 所以就覺得還蠻神奇的 那再來第二位是童星 他是早睡早起伏的成員 那他其實就是他有跟我們講說 他覺得有兩件事情改變 第一個是生產力的提升 然後第二個是精神變好 那首先是因為他已經沒有半夜的時間 可以去做 例如說像是功課念書等等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規定他們 12點要去睡覺8點起床 所以他發現自己在白天的時候 會更加有效率的去利用那些時間 完成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再來的話是精神變好 因為他那個時候晚睡的關係 常會導致他早上起來就很沒精神 或者是說可能家人就會開始擔心說 覺得他好像沒有什麼就無精打開 然後做事情好像也不是就是有點心不在焉 那就是說他透過這樣子一個規律的生活之後 他覺得他精神有變好 然後家人也比較沒有那麼在擔心他 那最後一位是宜君 然後他其實也學習組的 他那時候是培養法文這個語言 那最後來說他覺得挑戰在幫助到他的地方是 因為他現在每天都會去讀一點法文 聽一點法文 然後他就會發現說其實你每天固定做一件事情 你是可以很明顯看到自己的進步 然後看到自己的進步之後就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有成就感的過程 然後他最後也有跟我說其實比賽結束之後 他覺得不放完這些事情 其實慢慢變成他的一個小習慣 然後就算我們沒有再去督促他們 他也會持續繼續做下去 那除了這些成功故事之外 其實我們還收到很多的爭免回饋 是跟我們講說 他們覺得透過21天卡西諾的挑戰賽 他們發現說其實自己是有這個潛力去改變的 很多人是發現說 我每一天去固定做一件事情 其實過了大概一週兩個週 我慢慢就可以發現說我其實有在進步的 那對於挑戰者來說 這個其實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成就感 然後也是有點像是超出預期那種感覺 那其實那個時候看到這些正面回饋 對於我們團隊來講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動力 然後也讓我覺得很感動 那其實我也是因為就是有看到說 真的有幫助到別人 所以上個學期的我就非常堅定 然後非常有決心就想說 我一定要讓21天卡西諾繼續下去 因為我覺得說21天卡西諾是真的有辦法 可以去幫助到別人跟創造一些正面影響力 那對於當時我來說我覺得可以帶給大家幫助 以及幫助大家成為更好的自己 是我當時目前覺得做過最有成就感 最開心的事情 所以就會希望說我們現在即將要推出的挑戰賽 能夠再度成為再度的各位 以及更多人成為更好自己的一種途徑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會正式進入挑戰賽的介紹 但是在我們開始介紹之前 我想要先介紹一下我們現在的團隊成員 因為我們其實團隊是有重組的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團隊成員跟上一間是不一樣的 那我先這麼快介紹一下 我剛才講說我是映成 就是有些朋友叫我進來的話 然後我現在是在台大的經濟系三年級 然後我也有修領導學程 那在21天卡西諾主要是擔任總統的講測 那夥伴們可以上來嗎 對就稍微稍微介紹一下你的學校 你的學校跟企务的整個 嗨大家好 我是程維 然後我是正大器官系二年級 然後我現在單單的是企劃 然後我也是企劃組的 我是謝恩子 目前就讀於台大物理治療學系的大一 我是伯儒 然後我目前就讀於台大農業經濟學系 然後我是行修的組織 好 那我們其實還有另外兩 應該說還有另外四位 但是有兩位今天沒 兩位是在現在正在值班當中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 這邊這一位是恩子 而不是一憲 一憲他是我們的企劃 然後他是師大的 然後他是師大的 那個師大的 他怎麼西洪鐵 社交 對社交系 對不起 然後這位是宏林 宏林是我們也是學校小編 然後他現在是公海 台大公海系二年級 然後再來的話這位是凱雲 他剛剛在樓下報到 你們剛剛看到那位就是凱雲 他也是師大的 歷史系二年級 然後這位是立庭 立庭是政大的 政大的廣電系三年級 所以我們這一屆的團隊成員 非常的多人 由三所不同的大學所修成 那我現在就開始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我們挑戰賽 那首先我們這一屆挑戰賽 跟去年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這一屆會開放給 整個大台北地區的學生參加 我們上一屆是只有開放給台大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在 二十多間大學進行宣傳 所以如果說你參加挑戰賽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去認識到 其他大學的朋友們 然後也可以認識到一些 是跟你可能有同樣相同興趣 想要一同培養相同習慣的人 那再來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這一次會採取的是 14加7的習慣養成形式 我們上一屆的話 就是一次培養習慣21天 那我們這次會改成是 14天執行習慣養成 然後剩下7天我們會用來 像是提供賽前的諮詢 然後賽前大會 還有賽後分享會等服務 好 再來的話我們這次挑戰賽 是需要支付費用的 那報名費是300元 個人 那如果你是團報的話 只要超過三人以上 就是一人250人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去做 找朋友一起來 陪他好習慣 好 對我們今天也會開放現場報名 對 謝謝 對我們今天會開放現場報名 等一下再讓你知道折扣是什麼 等一下再讓你們知道 好 那我們這次會採用 iQ Pass的方式 來當作我們的活動報名平台 那想要跟大家講就是 其實我們這300塊 是真的是物超所值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報名費 會包含獎金獎品禮品 然後我們還有規劃了一系列的社群活動 等待大家來參加 像是我們有規劃工作坊 講座等等 然後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這300塊啊 它會包含一個習慣養成體驗 那我們也是設計了一套的流程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去培養你們自己想要培養的習慣 然後成為更好的自己 好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為什麼你們應該要參加挑戰賽 為什麼你們不能夠錯過我們這一次的 2.0習慣養成挑戰賽 好首先是我們這一次會推出全新的方案 剛剛跟大家講 我們上個的學習是推出運動慢跑 早睡早起跟預言學習 那我們這一屆呢 推出的是全新的方案 自律生活技能培養跟環保儀式 那我現在這樣講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空泛 就是這三個大領域是什麼東西 所以呢 我們有幫大家列出幾個核心領域 像是以環保意識來舉例的話 因為這算是一個完全全新的方案 那我們底下就是有列出 像全植物飲食跟鹼素這樣子的核心領域 但是如果說 你不喜歡這一些核心領域也沒有關係 我們這次還有新增一個叫做其他這樣子的選項 來提供參賽者更多的彈性跟客製化這樣的一個選項 所以如果說你不喜歡這一些核心領域 那你可以選擇其他 然後去培養一個你自己想要的習慣 所以舉例來說 如果是自律生活 你可能會想要培養環境審潔 或者是環保意識的話 你可能會想要培養像是極簡主義這樣子的習慣 所以大家除了有這些豐富的選項可以選擇之外 你還有一個選項是你可以去做客製化這樣的事情 好 那第二個是我們這次有推出了全新的任務制度 我們上一個學習就是主要是以心得的方式 那我們這一屆的話主要有會分成兩塊 一個是必要的任務 另外的是加分任務 那我們首先先看到必要任務這邊 那在這之前先跟大家講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一屆還有很特別是會採取積分制度 所以每一個任務都會對應到相對應的年數 然後只要我們完成那個任務就可以換到相對應的分數這樣 那首先必要任務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希望鼓勵大家去記錄你每一天的習慣養成的過程 因為這個對我們其實在執行挑戰上我們發現說 其實記錄這件事情對於培養習慣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只是單純就是做了一個習慣 然後你沒有特別去反思說你這個過程大概是怎麼樣 你現在的感受如何其實有點難持久 所以我們會希望大家說可以每一天都去寫一個你的習慣養成心得 然後可以去分享說你今天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執行 然後你的感受是如何 你明天會想要改善哪個部分 或者是有哪個部分是你想要繼續維持下去的 透過記錄的方式會比較容易可以去看到自己的過程 然後是否有在成長 然後也可以去做出相對應的調整 那再來的話剩下兩個是加分任務 那我們首先先看到社群零食這邊 這裡的話我們其實想要鼓勵大家去發齊 或者是參與不同的社群活動 那我們希望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去跟其他的參賽者進行交流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活動是開放給20多所的學校來報名 所以其實可以盡量的透過社群活動這種方式去認識其他學校的夥伴們 那最後一個是Block挑戰 這個的話就會是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影像的方式去記錄你的習慣養成之旅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有一個這樣的影像可以讓你在日後去回顧說 其實我做了一件還蠻特別的還蠻有趣的事情 好 那再來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社群零聚 那我們這一次真的是規劃了非常非常多的社群活動 像是我們會提供賽前的諮詢服務 那再來是挑戰賽期間我們會舉辦不同的工作方或者是講座 然後還有一些習慣養成的聚會去幫助大家可以有個更良好的參賽體驗 那最後的話則是我們會在挑戰賽結束之後有個賽後分享會 希望讓大家可以來互相分享一下 你這14天培養習慣你的心得或者是你有學到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好 所以呢 剛剛講完的是我們2.0的特點 那接下來就是有幾件事情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好 那首先是我們這一次挑戰賽主要是分成四個流程來進行 首先就是先選擇三大方案裡面的其中一個方案 然後再來就是支付報名費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步驟就是你可以去設計你自己想要培養習慣的方式 所以舉例來說你如果說是報名了自律生活這樣子的一個組點 然後你選擇運動當作你的核心領域 那你就可以去設計說你要如何去培養運動這個習慣 例如你可能會想要是每天慢跑30分鐘 或者是你想要每一天都去健身房但是有一天當作你的休息天 所以呢我們就是可以讓你們有一個這樣子可以自己去客製化的一個選項 那再來的話是紀錄的一份就會是每日任務的東西 這個就會是你在那14天你要每天都去完成這樣子的一個任務 好最後的話就是獎勵 我們最後會根據你們最終的排名去頒發相對應的獎品給你們 所以呢剛剛講到獎品那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有什麼吧 好我們這一次的挑戰賽獎品也是非常的豐富 我們分成兩塊 第一塊是我們按照總積分排名來頒獎 而另外一個是積分兌換 那首先獎金的部分我們這次金額是一千五一千二元一千 那是各組的前三名他們可以獲得相對應的獎金 那各組的第四名跟第五名可以獲得跟那個方案相關的實體物品 所以像是例如說環保意識的話可能就會是獲得環保餐具等等這樣子的物品 那除了這個總積分排名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是積分兌換這樣的一個選項 那這個的話就會是你只要突破點數的門檻就可以獲得我們21天卡西諾的周邊商品 那我們這次總共有三種 第一個是別針 接下來是飲料袋 最後是手機支架 所以我們這次是準備了非常多的獎品等待大家來挑戰 好 那最後就是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我們這次挑戰賽的時程 那我們今天是說明會 我們正式開始報名會是從4月16號開始一路到4月30號 所以在這期間都可以透過IQPASS來報名 那我們有兩個比較重要的日期 希望大家如果現在已經有一點想要報名挑戰賽可以幫我先記一下 第一個是賽前大會 5月2號3點到5點 然後另外一個是賽後分享會 5月23號也是一樣下午3點到5點 那其實這兩個活動對我們來說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會是大家應該是唯一有機會可以見到其他組別 還有其他大學的同學的一個場合 那我們會希望說大家都可以盡量出席 然後呢跟不同的人來進行交流 那大概挑戰賽的介紹是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我最後想要跟大家講就是 習慣養成這件事情其實很不容易 我們有的時候可能會因為像是外物太多啊或者是誘因不足 甚至是很多自己個人的因素造成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去培養習慣 所以當初成立21天卡西諾 其實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是可以成為大家的一個開端 因為我們知道習慣養成這個東西 它其實21天是不夠的 你要持續一直去培養一直去執行 它才有辦法慢慢變成你的生活習慣 但是這個過程可能會有點困難 然後你可能會因為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是可能會選擇想要放棄啊之類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當作是大家陪伴的力量 我們希望帶領大家在這一趟旅程 你可以慢慢去發現培養習慣樂趣 甚至是透過這樣子的21天的一個小小的嘗試去發現說 你是有辦法去改變的你是有辦法去成長的 那我今天的介紹大概就是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 那希望可以讓習慣養成成為大家 激發自我潛能的一個機會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QA時間 就想問一下在座的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關於我們的挑戰賽 可以請說 先問一下 這個點包包是怎樣 我們4月16號公布報名的時候 會有一個懶人包 那就會大概是有點像是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對對對 那這個問題是因為剛才有時候 記錄是要放在自己的社群體 可是我想 可能在有些人來說 就是 他不會想每天都把這些東西 好像都屬於市 那如果可以變一個 有的方法是可以自己記錄一下 然後最後再交給同學 他們這些人做什麼 關於這個每日任務部分 就是我們當初會希望說可以畫到社群媒體上 可以讓大家去跟自己的身邊朋友分享 你在做這一點事情 那我們當初也有考量到這個 就是怕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每天要PO到社群媒體上 會有一點壓力 但是我們有提供的另外一個選項 是到時候我們會有一個社團 但是會希望說至少可以跟參加比賽的人分享 這樣 對對對 不會 還有問題想問嗎 我是什麼時候想想想 是在報名的時候 是在報名的時候 要想可以用習慣的 還是在開始的時候 可以用錯嗎 我們在報名表上面 會先稍微調查一下 大家想要培養什麼樣的習慣 但是還不用很確切 就是稍微描述一下說 你想要如何去培養 那到時候我們會在挑戰賽之前 大概是會在賽前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賽前大會 所以賽前大會的時候 大概會先讓大家 稍微再更了解一下挑戰賽 然後大概會是諮詢的那一段時間 去讓大家做確切的proposal 大概是會從 因為我們5月2號 所以大概是5月2號結束之後 到5月4號這個期間 讓大家去提案說 你要怎麼培養習慣 那5月5號可以是你自己 稍微去嘗試一次 然後5月6號就會正式開始 14天的培養習慣的時程 對 還有問題的嗎 還有問題的嗎 可以請說 可以請說 哦 可能有事怎麼樣 我們的賽前大會負責人剛好跑掉 沒有關係 我幫他講 我們賽前大會主要是這樣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挑戰賽開始 所以這次是提供給80個人參加 20多所學校的學生 所以會有一個小小的破冰活動 那再來的話就會是想要讓大家一起去發想一下 你為什麼要踏上這套旅程 會讓你去做一個小小的願景圈的那種感覺 就是讓你去思考說我為什麼要培養習慣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讓你可能更加有動力一些 你可能會覺得說 哦我現在比較清楚我的目標 那我接下來應該要怎麼做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就可能還是會帶一些小小的活動 主要是希望透過賽前大會先讓你認識你的組員們 因為到時候我們會把大家分成小組別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組別的組員們一起培養習慣 所以其實賽前大會比較主要是用來當作交流的場合 對 四次 四次講座或工作的方式 總共加起來四次 然後我們習慣養成的小聚會 會有 欸 我們的負責人來了 台語 來大家很想要了解社群規劃 你跟大家講一下 他問 剛剛有一個是問賽前大會要做什麼 另外一個是 會有幾次的講座跟工作 好 大家好 這是我剛才在下面撿到處的 就是帶大家 然後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挑戰賽 我們會希望加強大家社群的力量 所以在挑戰賽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賽前大會 是一個希望大家實體都可以出席的一個場合 那為什麼就是說 因為大家培養習慣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自己去做自己的習慣的挑戰 或是自己去培養自己的方案那些的 但是呢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在一開始能夠有一個實體的地方 讓大家去認識彼此 所以在賽前大會的時候呢 會分成小組的方式 然後透過像是破冰 然後以及認識 就是我們會先幫大家分好的那個小組 然後幫大家分小組這件事情呢 到時候會也會設計一個表單 讓大家去填寫 然後會自我們這邊做 就是大家的 比如說興趣 或是大家做題目的一些答案的配對 然後湊成一個小組 所以在當天就是會有這樣一個小組 認識的活動 然後也會有破冰的活動 然後同時呢 也會有讓大家在一開始去建立 習慣養成願景 這樣子的一個氣化的活動 那最後呢 其實上次前報到我們關注我們的粉摘 我看到說 就是培養習慣這件事情呢 有時候真的是要說出來 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才會有種 就是我現在被大家知道 就是不動 那種不行的 那種動力 所以呢 這是目前我們賽前大會的一些規劃 然後在接下來的社群主動當中 我們預計規劃總共是有日常的講座以及工作坊 那目前的話 講是我們目前在機械當中 那主要的這個主題 基本上是煩惱在像是健身啦 或者是一些運動方面 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說像是舒適啊 或者是一些 像是海外講座啊等等的這種 那如果大家也有特別感興趣的 其實也可以之後報名的 也可以再回饋給我們說 有沒有想特別想聽的什麼主題 那也可以做 就是我們接下來接洽 或是後續 就是在檢討上面 可以再做一個進步的地方 然後就是我們社群活動的部分 然後就是社群活動除了 像剛才提到說 有講座工作坊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預計也會有 就是其他的活動 比如說像是 有些人會很疼 像是運動的 但其實有時候 就是糾團這件事情 其實也會有點困難 那我們主辦方也會有 就是地點 就是讓大家投票投出 就是想要去 就是投票大家最多人 可以出現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 就是那天晚上都可以 大家一起來運動 那其實當天就等於說 你這個習慣方案達成 那同時便有達到我們其他 這個門檻 那就可以獲得相應的幾分 對 然後另外呢 也還有一些神秘的活動 這個呢 就等大家之後 可以多關注我們的官網 對 多關注我們的本站 然後就可以知道這樣 好 謝謝 如果有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再 還有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 可以請說 我想問一下 剛才是講說 14加7 所以意思是說 就是遲憑單體 習慣養成期間 這是14天吧 還是14天 對 沒錯是14天 就我們這一次的 還是是21天 可是這21天只有 這邊 只有真正14天 會讓你們去培養習慣 所以你那14天會需要做每日任務 那剩下的7天就會包含 我們賽前會有賽前大會 然後會有一個線上諮詢的這樣的服務 然後再包含賽後的大會 所以這樣加起來會是7天 對 所以那7天主要是 它的用意是想讓大家去習慣一下 你想要培養的習慣 然後你去調整一下你的生活模式 例如說你想要開始去早睡早起 那你可能就要重新去調整一下 如果說你本身是一個晚睡的人 那你可能會需要一點調整期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留這7天的時間 讓大家在開始比賽之前 有個比較充裕的適應期 然後像是剛才我們的同學應層 他有提到說 就是賽前讓大家去適應 那同時我們也有預留一些時間 可能是讓大家在整個算是你要回報的這個任務 或是你要累積基本的任務結束之後 還有幾天其實也想說大家能夠在這個時候 是沒有在算基本的情況下 你是否還是能夠維持這樣的動力 或是還有這樣的熱忱 繼續培養習慣 所以我們就有預留這樣的幾個端段 添出讓大家自己去做一個測試跟實驗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到時候我們的整個報名的文案 然後還有挑戰賽相關的一些資訊 都會持續發放在我們的社交媒體軟體的平台上面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追蹤 我們這樣的話比較快收到挑戰賽的消息